彭车少年之校舍的秘密 第三章 急需校舍 转眼过了几天 两个女孩正在准备午餐时 爷爷从商店回来了 芬顿先生告诉我 那些渔民凌晨三点就起床出海了 难怪咱们上午从来看不见男人 他说 不过每天都能看到他们 下午四五点钟回来 亨利说道 那些渔船一艘接着一艘地开进来 好威风呢 班尼说 我要去海边看船 我才不在乎 有没有人跟我讲话呢 不过得早点去 免得错过了什么 于是 尽管离三点钟还早 四个孩子就已经向海滩进发了 维利还带了水彩 画笔和画纸 几艘早归的渔船上 渔民正在往箱子里装鱼 一些鱼平摊在网里 等着晒干 另外一些用冰块包裹起来 运到北港去 码头附近海鸥群集 叫声震天 他们一边飞 一边争抢着剩鱼 鱼腥味好难闻啊 班尼说 主要是因为鱼太多了 整个镇子都是这个味儿 亨利说 可能只有晒鱼的时候才这么难闻吧 正在这时 那对红头发的姐弟从家里慢慢走了出来 他们的家就在商店隔壁 两个孩子 刚好从奥登家的孩子身边走过 嘿 你们好啊 杰西打了个招呼 你好 女孩说着 脚步并没停 反而走得更快了些 哎 没人想跟咱们做朋友 杰西难过地说道 也许迈克说对了 班尼说 要是周围的人都不友好 的确挺无聊的 班尼 不要这么轻易就放弃啊 亨利说道 别人能交到朋友 你也一定可以的 维利看了一会儿渔船后 便爬到了礁石上 以便更好地观察整个海港 其余几个孩子 则留在下面的沙滩上 哦 天啊 维利冲下面叫道 礁石上有好多小坑 里面积满了海水呢 我要用海水来调色 说完 他拿起画笔 在其中一个小坑里 站了站 维利刚刚勾勒了几笔蓝色的大海 和黄色的沙滩 便听到身后有动静 似乎是有人爬了上来 可是他明明清楚地看到 家人都站在下面 那么 爬上来的 究竟是谁呢 维利扭头看去 原来来者竟然是 那个红头发的女孩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看你画画吗 女孩问道 维利惊讶地几乎说不出画 但很快他便回过神来 当然不介意 不过我画得可不太好 你还爬上最后一块礁石 坐到了维利身旁 一看到你画画 我就忍不住想过来瞅瞅 说话间 维利发现女孩的弟弟 正站在姐姐的身后 你们是双胞胎 他问道 是的 你还回答 我叫梅里 莫斯 豪尔和我都特喜欢画画 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 有个男人来这儿画过风景 从那以后 我和豪尔就一直想学画画 那人叫你们了吗 维利挨个打量着这两个孩子 教我们 想得美 他把我们赶走了 好耳皱了皱眉头 连看都不准我们看 他在这里没待多久 梅里补充道 只画过两幅画 一幅是海港 另一幅是我们家房子 真的好漂亮 这么说 你们还是看到他画画了 维利说 没错 好耳说道 那人肯定想不到 对这里的礁石 我们可比他熟悉多了 我们就躲在几英尺外的石头后 把他的一举一动 看得一清二楚 还看到他用了哪几种颜色 他用的颜料是油彩 过了这么久 你们还记得 维利差异道 当然记得 梅里说 他把蓝色和绿色混在一起 好看极了 和海水的颜色一样 最后还掺进了紫色 看到没 石头下面的海水 就是紫色的 其实 维利缓缓说道 你们很有艺术家的眼光 你们用过油彩吗 没有 豪尔答道 我倒是试着 画过几张画 不过用的都是就蜡笔 要是有油彩就好了 奥登家的其余孩子 听到动静 全都爬上礁石 坐了下来 你们会在这儿 多待一阵子吗 梅里问道 我想会的 杰西说着 微微一笑 我们很喜欢这里 我想 男孩欲言又止 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想什么 班尼问道 两个孩子尴尬的笑了笑 你还回答 我想 我们是被吓到了 天啊 班尼不可置信的叫道 被我们吓到 怎么会 姐弟俩对视了一眼 梅里说道 我们不该跟避暑的游客讲话的 拜托 亨利说道 别管我们叫避暑的游客 我们只是来这儿参观 想看看伊丽莎白岗是什么样子而已 我们之前从没来过渔村呢 我们一直想在这里交些朋友 班尼说 可是太不容易了 好多人都说你们很傲慢 可我不这么认为 你们一点也不摆架子 梅里连忙说道 我知道 我们之前一直不太友好 不过 我和豪尔在想 在想什么 班尼追问道 快说啊 姐弟俩沉默了一会儿 半晌 梅里才回答 是这样的 我们只有每年冬天才能去上学 老师们都不喜欢这儿 待不了多长时间 光去年 我们就换了五个老师 一年换五个老师 班尼今呼起来 真是不敢想象 是很糟糕 豪尔说 每个新来的老师都说 我们把学的东西都忘光了 只好从头教起 这样进度会很慢的 亨利说 是啊 梅里说 上一位老师说 我们必须在暑期补课才行 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学才好 我们好想学画画 维利在学校里学过画画 杰西说 他也很喜欢呢 那你能教我们吗 姐弟二人叫了起来 没问题 维利说 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哦 谢谢你 梅里说着 眼睛亮了起来 其实 我们也想学其他东西 好耳缓缓地说道 只是 不知道该怎么学 杰西 维利和亨利 此时才明白过来 姐弟两个到底想要什么 而班尼一开始就懂了 接下来 姐弟俩把事情的原委 从头到尾地讲了一遍 他们讲起话来 还从来没有这么流利过 梅里说道 村里的小娃娃们很喜欢听故事 可谁都不会读书 其实 村里的所有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龄 要是你们可以当老师 小娃娃们都会很高兴的 我们的妈妈也是 好 班尼一口硬撑道 既然你们想上暑假班 亨利 咱们就教他们好了 我也可以加入 分别我几个学生 我来教他们读书 还可以教他们唱歌 对了 就在那栋老校舍里 上课怎么样 反正空在那里 也没用 那校舍是伊丽沙白 格雷女士的 梅里说 要是在他那 他是不是脾气不好 班尼问道 他会让我们用校舍吗 可能会吧 其实 他也不见得是脾气差 你们可以去问问他 我们可不敢问 梅里说 要是能用校舍就太好了 维利 今天就别话了 咱们这就去找他吧 亨利说着 开始顺着礁石往下爬 你们不怕吗 豪尔问道 怕什么 班尼说 他又不会咬人 对吧 这倒是 豪尔轻声笑了笑 不过还是 你们去吧 我们不去 亨利微微一笑 估计我们四个就够了 回头再告诉你 他是怎么说的 突然 一阵响亮的哨音 传了过来 一声接着一声 是在召唤我们呢 梅里喊道 声音是从 沙丁鱼罐头厂发出来的 有批沙丁鱼刚进场 要马上装罐 我们得走了 别忘了学校的事 放心吧 不会忘了 班尼叫道 孩子们顺着岩石爬了下去 亨利问杰西 还记得莱瑞 我在亚当学院交的朋友吗 今年暑假 他要去城里住 帮附近的贫困孩子补习功课 这样 他们就不会辍学了 没想到 我也在做同样的事 只不过地点换到了小岛上 我觉得这个主意很新鲜刺激 维利说 毕竟 咱们谁都没想过暑假可以当老师 不是吗 没错 亨利说 看啊 大家都去干活了 果然 每家 每户都走出几个人来 急匆匆的向工厂赶去 玉 总算交到朋友了 杰西说 而且还一次交了两个 班尼说 说话间 美里和豪尔的身影 已经快消失了 收到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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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